来 竟敢在王府里闹事 你是活不明白了 王爷 梅某 有重要的事情 要告评王爷 这是我为如母添置的小院 如今 他已经回乡同家人团圆了 所以这里不会有人知道 小宝 你同小丸子在这里等候 我们得进宫面圣了 媳妇 你们现在进宫 会不会不安全啊 毕竟你们刚把我们放出来 王爷一怒之下 万一向皇上告状怎么办 对啊 还有梅将军 他在九王府 不会有事情吗 哎呀 放心吧 我爹爹是颜面为生死 他是不会让别人知道 他是女儿进过山寨的 我爹啊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的事 什么呀 把逆贼没三少给我拿下 是 阿太奸 是 你 你 是啊 你 我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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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领 你没死 我不仅没死 而且还活得好好的 六王爷 你怎么回来 还同司徒领在一起 怎么 见到本王爷 你们不感到惊讶吗 这么说 王爷是想看到我们惊讶了 聪明 聪明 可惜呀 可惜呀 多谢王爷台爱 王爷真是好谋话呀 调我爹去雍州 赶我们几个人来京城 这所郡主如母的别院 王爷来得这么快 想必从我们进京开始 这视线就没离开过吧 本王爷的事 你很清楚啊 只怕比王爷以为的 更清楚 难道还能给我更多的惊喜 王爷行事果断 知道我要找董大满 比我领先一步 这毕竟是我的京城 我办事恐怕比你确实是方便 你的京城 普天之下莫非王睹 王爷说这话 不怕别人听了去 反正你们也是将死之人 跟你们说说 无妨 又王爷 这里可是京城 我正要同梅三少进皇宫 向皇上谢恩呢 您若是对我们怎么样了 皇上是不会放过您的 而且他还会查清楚 你为何要如此 我说郡主啊 你别当我不知道 这个小丫鬟 一直替你跟着梅三少吗 王爷说错了 我跟三少爷才是玉次的良缘 而且这正要到谢恩的时间了 你不错 比我那不成器的九弟强多了 只是你所说的误会 我早就向皇上禀明 皇上闻听梅家 既你于山寨而不顾 还找人冒充 龙颜大怒 他命我带你们回去问话 可惜了 可惜你们去不了了 梅三少 你姐姐 这又是为什么呀 自然是 我以为在青州办了几件事 鞠躬自傲 因我爹被贬值 对皇上心怀不满 事情败露后 王上派人来捉握 竟新生出歹心 袭击了王爷 不得不就地正法 对 对 但是 你少说了一句 此事因郡主而起 随你失心风发作 用刀杀死 从山寨逃出的可怜郡主 还要与我誓死一搏 这一刀 就坐实了你们 袭击本王的罪证 你老爹 我已经派兵去抓了 梅三少 你欺瞒皇上罪恶逃天 今天六王爷就替皇上 逮捕你们 司徒领 你坏事做计 这样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之前给过你机会 可是你却选择了梅三少 既然如此 那你们两句一起上路吧 今天谁敢伤害少爷 无论是谁 都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好啊 那今天就从你身上跨过去 王爷 我有话要说 那你就给阎王爷说吧 好 让他说 王爷可能不知道 不会起挂策字 有意思 不如我就以王字 为王爷策一挂 看看王爷俗图之事 是否能够如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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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